9月12日星期四 九哥晚报 欧洲央行落重弱 又减息又重启量宽 好 先给大家看一些新的新的 欧洲央行议息会议之后决定再减息 10个点指到负0.5% 同时由11月开始重启买债 每月就200亿欧罗 市场并没有完全预期欧洲央行会重启量宽 所以债息也有下跌 稍后看图表 另外 今早早大概六、七点时 特朗普宣布延迟增加中国货品的关税 两个星期到10月中 为了避免影响中国的节日气氛 有分析员认为会让谈判的气氛稍微和换 因为现在说的是 10月初的时候会去美国再下一轮会谈 而且现在说一些次一级的官员 都已经有更多的接触 变了... 虽然谈判的气氛稍微和换 他仍然是怀疑会不会有实质的进展 另外就是... 韦御评级机构的Fitch有分析员表示 他说贸易会谈前竟然非常不明朗 因为可能有一个推特 即是Trader决定 有方案或者是升温 变了完全非常不肯定 另外也有消息报导 中国会向美国进口更多的猪肉 因为由于内地有猪瘟的问题 令猪肉价格上升 这样进口这些猪肉 又可以为会谈提供有利的气氛 所以也继续这样做 另外再说一些简单的图表 中港股市个别发展 今天常证就上升了 港股的恒指期指 今天在高位开市的时候 抢高了就下跌了 结果今天的恒生指数收跌七十几点 成交不够八百亿 而我自己用恒生标期的比率 由高水300点落到现在平水 其实在高水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想 指数会相对高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今早去到近27,300的时候 恒生期指去到那里 其实碰到50周和250天的水平 看到获利的情况也挺严重的 你看看这个音速博一声跌下来 基本上今天也没办法 可以迁过到27,200之后 今晚欧洲央行启动量宽之后 现在看到那个... 也不是有很大的升幅期指 也在27,100左右 看看稍后时间会如何再发展 我想我们来看看贵金属 贵金属昨天我们有提过两个指标 最重要是我想看10年债息 我昨天也提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贵金属 会不会做好的领先指标 我们说过到了保利加通道顶 很多时候跌了急跌之后 反弹到保利加通道顶 也会见顶回落 刚才刚刚看到欧洲央行这样做 就是量宽减息之后 债息突然之间由1.76薄一声跌到 现在刚刚做到1.68左右 这个走势无论是小时4小时跌穿了 再来日线图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向讯号 虽然我们离开下星期三 联储局议息公布之后 也会影响10年底美国债息 也有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央行这样的时候 相信如果央行大家做这些重要的议息决定的时候 大家有互通消息 相信这样的情况之后 联储局应该不会不减息 甚至言论我也不相信 应该会跟欧洲央行这样有很大的分歧 其实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对不起 欧洲央行这样的态度 其实是对欧洲本土的经济看法 也会相当担心的 另外一个 除了10年债息之外 我们看看金银叉 在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走势相反 现在差不多到83 其实我们说过 我们希望看到金银叉 是要向下才可以更加帮助 我们会看到贵金属会做得更好 现在上到83 还未在10天平均线的81.9 到82那里下得回去 似乎现在黄金的强势 是未能完全得到确定的 变成这个也要小心 虽然刚才12个黄金的黄金的黄金期划 最高到1.532 现在下到1.524 继续再看 暂时来看债息那里应该向下 就会有机会支持贵金属 但是金银叉还未能够向下 我们有点反复再看 我们看美国开市9点半 快开 到时再看 我相信昨天说贵金属的水平 今天要修正 因为不会再跌 因为已经扯了上去 像黄金这些我相信在1526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10天20天的死亡交叉 现在大概在152627的水平 白银是1840 就是我们之前走的大长银的位置 现在贵点也买回 那里想着再低点买不回 GDX就看下会不会下跌到2820 希望在50周平均线附近 我相信刚才说的这三个水平 也会有不少之前在高位获利的投资者 可以再考虑补充1.5%的位置 调整呢 贵金属的调整还未可以正式确定完成 但是这个回补向下这样的调整 如果真的完成了的时候 如果没有位置的人 应该都要回补我刚才说的四分一半杯水 看看它再下跌的时候 就可以加上那一半杯水 长线的催涉我相信黄金应该会上升的 好了,说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大家简短发文我再尽量解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